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表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准备 哎 这就对了 嗯 这就对了 但是呢 有人分析说 哎呀 这个仗不能打呀 咱们80%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啊 这个运送石油啊 这个 或我10 10万吨 20万吨的船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30万吨 40万吨 50万吨要从其他的海峡 对吧 印度尼西亚的 往加西呀 巡塔呀 要做这些海峡 是不是又万一打起来 他把这个马六甲海峡一封锁 这可怎么办 马六甲海峡呀 是海峡三个国家 一个是新加坡 一个是马来西亚 一个是印度尼西亚 这是海峡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关系都很好 啊 但是那头靠印度洋那头有一个 那埃大曼海 那个埃大曼海 群岛呢 有一个大的一个军事基地 相当于这个大军区级别的 在那边 陆海空都有 啊 印度在那个地方罢售 这是个事 这是个事 啊 啊 而且呢 印度这个 美日印军演 又在那一块 海大曼海呀 孟加拉湾呀 在那块进行演习 好多人说 哎呀 这个 要往那封锁了 那中国就有点麻烦了 啊 大家就担心这个印度啊 使用这个潜艇 水面舰艇进行海上封锁 水面舰艇的事咱们放后头去 咱们今儿先给大家说潜艇 啊 呃 我自己的专业是搞武器装备的 咱们什么东西从根上说 你讲讲他这个潜艇有多厉害 啊 这个 下一次呢 咱们再找机会说说 他这个航空母舰有多厉害 哎 怎么你得 白开耐油睡了一点点说啊 你别喊喊喊喊一说 说印度特厉害啊 那把自己吓唬自己嘛 对不对啊 呃 我先说这个印度的这个常规潜艇 印度的常规潜艇 最牛的就是买了十艘 八七七六三六 几落季的啊 俄罗斯的常规潜艇啊 呃 这个常规潜艇还是不错的啊 世界上算是一流的 虽然现在服役三十几年了 但是算是世界一流的常规潜艇 号称大洋黑洞嘛 对不对 是苏联时期造的 现在俄罗斯呢 经过改进以后 那这个潜艇还是相当不错的 呃 这个里头呢 就是买了十艘里头的第六艘这个潜艇叫 新多拉克沙克号 啊 呃 这一艘潜艇呢 然后这个 在2013年的8月14号 停在南部城市孟买造船厂 这个孟买造船厂 我还是去参观过 啊 停在这个孟买造船厂 结果晚上突然爆炸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死了 这个潜艇还沉没了 哎 这怎么回事啊 最后经过调查 调查以后发现这艘潜艇创了好几个第一 啊 第一次用导弹击沉潜艇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用导弹击沉潜艇 因为导弹是在大溪层里边飞行 它可以击沉舰艇啊 击沉航空舰 击沉驱逐船舰 但是这不能击沉潜艇 潜艇是在水下的 啊 说这个导弹能不能击沉水面状态的潜艇 存在可能性 但是也很难 因为潜艇的科体是耐压科体 尤其是苏联 俄罗斯造的潜艇 它用泰索金造的 一般的导弹带个一百斤 一百公斤二百公斤的炸药 你想把一艘潜艇给弄沉了 这个难度很大 但是把一艘水面舰艇弄沉了 这个是可能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美国菲茨吉拉德 本人间的一个 啊 这个菲律宾一艘集装箱装成的德行 啊 水面舰艇可以 它皮薄肉厚 啊 是那样的 这是创造的第一个第一 就是用导弹把潜艇干掉了 第二呢 就是说他第一次临死找了个垫背 把自己一个战友 另外一艘潜艇 给弄成重创了 两枚导弹嘛 一枚导弹停里边自己爆炸 另外一枚导弹射出去了 射出去射到对过的码头上撞过来 以后把自己潜艇 另外一次潜艇给弄伤了 啊 而且第一次从内往外爆 导弹都是从外往里打 它从内往外爆 啊 这个 从内往外爆有没有呢 以前有 但是是鱼雷 你比如说库尔斯克号 库尔斯克号它是发射鱼雷的过程当中 鱼雷没有发射出去 结果在舱内爆炸 啊 就这样的 它这是导弹在舱内爆炸 啊 就这样的 它这是导弹在舱内爆炸 说什么原因呢 怎么这个 大晚上的 他是在训练 在演习啊干什么 他在港内进行啥演习啊 啊 他是那天晚上这18个人在那值班 值班呢 这18个人去俄罗斯 俄罗斯呢 就维修啊 这个潜艇 中修 中修的过程当中呢 装了一个新的武器 叫做俱乐部S导弹 啊 装了一个新的武器 就是在这个 北德文斯克造船场 俄罗斯的 在那个地方修 啊 这个换了训练池 装了新的俱乐部S导弹 装了石头印度的自己新的什么 声纳呀 通信设备呀 冷却设备呀 雷达呀 什么 交付印度了呀 开回来 挺高兴啊 啊 这个今天晚上值班的这18个官兵呢 都是去到俄罗斯 北德文斯克 啊 去维修 去培训 回来以后都是技术尖子 晚上值班的时间呢 大家说咱们闲着是闲着啊 这个 这个兵得靠练呀 咱们闲着没事 咱们晚上练练兵怎么样啊 练兵不是说看手册 练兵开始装导弹 哇 这 这个装导弹最好不要晚上折腾 而且18个人 一般的装导弹的时候是高危险性的动作 对不对啊 要按上和挺上要配合起来啊 它挺上自己就干上了 都是实弹 它挺上就开始干起来了啊 但是说这个导弹 是不是得拿吊车什么吊进去干什么 装鱼雷大家看到 外面装鱼雷 那就从岸上往那拿大吊车 没有 它就在弹上在那个 那个架子上放着 这个导弹不是垂直的啊 大概脑子都不要想美国那种导弹 它不是垂直发射的 它是通过鱼雷发射管发射的 鱼雷发射管里面六个鱼雷发射管 要么就发射鱼雷 要么就发射导弹 这个导弹跟鱼雷差不多大小 也是看它有翅膀 鱼雷是没翅膀的 这个导弹因为在 它是反舰导弹嘛 水向发射出来之后 就是通过鱼雷发射管发射出来 发射出来 游出 游出以后出水 出水以后呢 然后它就进入大气层就开始飞行了 飞行的时候它有翅膀 水平翼和垂直尾翼 在鱼雷馆的时候它是都伸缩似的 都缩进去了 自己装装装 装了好几枚挺正常 大家挺高兴 不错 六枚都装完了 前仓装完了 装完了说还有两枚 另外再装短路了 短路之后呢 直接有一枚就发射出去了 有一枚在舱里头就爆炸了 爆炸了以后 叮光一爆炸以后起火 起火以后就开始内爆 由于这个在港内停着 停着以后呢 好多这个水迷门啊 也没来得及关 这个指挥台围壳上面也开着 在挺内的时候 指挥台围壳就是大家看着潜艇很高的那个上面 是人员进出潜艇的一个出口 都开着 其实啊 他们要有经验的话 就是你不是装导弹吗 是在鱼雷舱装导弹 在鱼雷舱装导弹 鱼雷舱出现爆炸之后 你不是18个人都在鱼雷舱啊 你还有其他舱的还有人呢 你赶紧把水迷门关上 就是这个时候呢 鱼雷舱就会进水 进水以后 但是这个艇呢 有六个耐压舱室 就是说 相邻两个耐压舱室都进水 它成不了 储备服务力有30%以上 你把水迷门关上 所以当潜艇兵 我原来当过潜艇兵 有个习惯 你出来的时候 就算人进门出门 你要有习惯把门关上 关上水迷门以后 那个舱进了水以后 它不会到这个舱里来 结果停在岗里头嘛 大家都休息嘛 也没是作战的时候 所以大家就忘了这个事了 结果前舱进了水 开始不断的往后舱来 一个一个一个 一会就沉了 一会就沉了 其实呢 以前 这个也 也发生过类似的起火爆炸事件 比方说2010年 当时也是停在港内 停在港内一般的利用暗电 暗上的电 然后给这个虚电池充电 充电的时候氢气泄露 泄露以后起火爆炸了 死了一个工程师 两个人受伤了 三年 这艘艇 同样一艘艇 发生了两次恶性事故 都是停在港内发生的 这都是说明这个舰 他的训练 他的规章制度不严格 就是行政管理嘛 你的管理不严格嘛 你在港上值班的人 值班的人你顶多看看书 怎么自己在那整齐操作来了 你操作也就完了 你模拟操作 我原来当兵的时候当过号手的 我是操作的 操作是一令一动啊 啊 是吧 上面说把开关打开 开关也打开 啊 左满舵 满舵左 你得有 有命令 有回力 自己摸索摸索 几个哥们在那装起导弹了 你这是什么军队啊 这是 对不对 都这样啊 哎呀 这个击洛机啊 真是可惜 击洛机还是一个很好的潜艇 你虽然说 我就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定的因素 决定的因素是人 而不是武器 你这个多好的一艘潜艇啊 啊 这个1995年圣彼得堡做船厂造的 1997年下水 下水以后当年就服役 这个 这个 俄罗斯啊 啊 我经常说俄罗斯弄别的不行 现在造航母造不出来 但是造核潜艇 造常规潜艇 造飞机 那俄罗斯大拿 啊 俄罗斯大拿 这个 这个潜艇2300吹 我们中国也卖了 啊 我 这 我上这个潜艇上去过 啊 上这个潜艇 六个 六个娱乐发射馆 啊 是这样的 嗯 导弹 说他这个导弹不错呀 啊 一枚导弹就能把一艘潜艇给炸成了 那是主要是从里头外炸 啊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哈哈 对不对 这个导弹呢 叫俱乐部S 啊 这样的 嗯 这个导弹还是不错的 俄罗斯的导弹也很好 啊 比方说超音速导弹 俄罗斯是有名的 这个导弹呢 固体助推 啊 这个发动机是固体的 啊 这个弹体八米长 跟鱼雷长度差不多 战斗部200公斤 所以这算很厉害的 超音速的导弹 啊 呃 这个导弹呢 它是有什么特点呢 后边采用了一个固体的小型窝盆发动机 然后射程能达到220公里 然后初始段 先爬高 爬到400米 爬到400米高度 然后再降低高度 降低到里日水面大约10米8米这样的 就是略海飞行 呃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弹体的雷达是不开机的 弹体雷达处于关机状态 为什么不开机呢 怕让敌人给探测到 所以它是秘密的前进 高速的前进 然后呢 接近目标还有20公里的时候 还有20公里的弹体的雷达开机 进入搜索上面 搜索目标 搜索目标 然后搜索目标以后 抓住目标以后 然后速度提高 从原来巡航时候的每秒240米的速度 增速到1000米 每秒1000米 啊 将近三马赫这样的 然后超低空 略海 贴着那个波浪上边 然后飞行 为什么贴着波浪 因为在对方的雷达的这个这个这个盲区里边飞行 很厉害 这导弹打水平坚定可以 没想到第一次实验 就在印度自己的潜艇里边给干了一天 来了 炸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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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沉了以后 这怎么办呢 好多人家属说 这个这个这个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啊 人现在死了 尸体的那个全是得找找啊 所以得打捞啊 啊 就要求政府打捞 这打捞政府就开始找打捞公司 看谁能干这个事啊 这个一通的谈合同 降价钱 然后这个相互推委 这办事效率 印度办事效率又拖沓啊 一推625 折腾折腾 各种不科普 折腾十个多月 2014年1月份 打捞出水了 打捞出水了 其实它这个是在港口内部 水深也不是太深 又是靠码头状态 潜艇它这个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好打捞啊 比较好打捞 所以说折腾了十个月 才打捞出来 这个 说起这个打捞陈船啊 中国还是比较牛的 2014年4月不是 韩国有一艘诗诗约号吗 一开始翻译成岁月号 一会人家韩国纠正 我们叫诗约号啊 死了三千人 死了三百人 这个船呢 这个满载吧 哈姆朗当算上 将近一万吨啊 沉是沉在水下45米 这个要打捞啊 不打捞那家属 你看三百个人呢 家属不干呀 不干 不干以后就找到中国 上海打捞局 啊 就是组织打捞 组织打捞采取的什么办法呢 上海打捞局出了两千多人呢 啊 这个这个这个准备了三个多月 实际上这个打捞就用了三五天就把这事干完了 它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驳船 两个驳船 把它抬起来 从水底下把它抬出来 抬出旅水三米的时候 然后放在这个拖船上 给它用拖船给它移位 移位 就放在半浅 驳船上去 咱们就这次去那个吉布提 有一艘船 两万吨 是一个叫东海导号 是一个半浅船 这个半浅船呢 就是从中国往吉布提那去 装了一个一个的集装箱 装了一个一个的集装箱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哎 他就像一个集装箱船 一个一个集装箱 就相当于搬家公司 把东西放在集装箱里运在吉布提去 大家说 这个你用集装箱船就完了 用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半浅船这个平台 你看这个平台啊 到时候它可以往下注水 往这个舱室里边注水 就像潜艇似的 它能注到水下十米去 到那个沉船下头 一天地上就把你兜上来了 就这样 像那个插车似的 直接给你兜上来了 这个厉害 就是它用这种半浅船给它弄出水面来 整体上浮 靠岸 就这样的 啊 这个中国好厉害 中国好厉害 就是说 印度呢 它就采取了一个自己折腾漫天 因为印度它就打到 你想想它的护卫舰在船屋里边 咦 怎么好好的翻了 在船屋里那些英国的翻船 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发微博说 我说三哥 你翻了翻了 你赶紧把那个屋门关上注水 注水以后水上船高嘛 对不对 然后往那边 舱屋里边给它注水 它不就扶正了嘛 印度它脑子有时候不太好使 不太好使 喝那个恒河水喝多了 打捞出水以后 你说它怎么想的 这个船沉了 是爆炸沉没的 沉没了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 把它打捞出来 打捞出来以后它想 哎 我又能修修的话 说不定它又是一个新的潜艇呢 这么老远拉到北德文斯克船长 又把他拉到俄罗斯去修 俄罗斯看了看 这个可以 差不多能修好 谈钱 花了八千万美元 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又让人家敲了个竹杠 冤大头白花了一堆钱 最后人家告他 你这修不好了 修不好又拉回来了 真傻子 脑子不好用 拉回来又放在孟买 孟买这个海军码头 而且码头也没有用啊 今年的六月份 印度海军说 那这个算了吧 放在地方也碍事 把他上面领不件 拆吧拆吧拆吧 拆吧 其他潜艇还能用的用 拖到阿拉伯海 丁光五六给炸沉了 你说他干事这么干 这个潜艇就算彻底出击了 十艘潜艇还剩了九艘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兆忠 为了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剧作兆忠工作室呢 我们制作了一些纪念品 一个呢就是推出我们的新书 紧急的剧作悄悄话二 悄悄话一呢 这个已经一年了 估计大家也看的差不多了 这个悄悄号二呢 我们十四号就开始预售 在剧作兆忠微信公众号开始预售了 八月一号全国上市 这本书呢 这个有大量的漫画 还有二维码 一个平面的书可以把它变得立体 大家能够听到音频 看到视频 还能看到文字 有大量的挑漫啊 另外呢 就是我们定制了这样的T恤衫 因为大家呼吁啊 一直想搞一个T恤衫 这个T恤衫质量非常好 纯棉的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质量绝对非常非常好 另外呢 印上了这样的字 还有剧作兆忠的这样的Logo 留个纪念 我们跟上海造币总公司呢 还给大家定制了这个中国人民建冠军 建军90周年纪念章 这个纪念章呢 这个背面就是剧作兆忠的Logo 如果你对我说的这些感兴趣呢 你可以关注剧作兆忠微信公众号 在军品会商城购买 谢谢你的支持 这个击落机潜艇呢 买来以后就不断的出事 咱们说梦买 梦买这个海军码头 2010年的时候 人家那边一艘几落机潜艇停得好好的 这艘几落机潜艇出海回来 回来以后叮光帮人家给撞换了 这潜艇撞一下没什么太大事 因为它太硬了 太硬了 两个大钢球撞一块 没事 最后人追责呀 海军追责呀 追责以后就是艇长说 哎呀这擦擦碰碰的 这是经常的事 啊就是脑子 拿着事故不当回事 一个再小的事故 你要接受教训 啊就是这个 我看美国 呃以后当到太总司令 一个人说 他说 有一次 他刚当舰长的时候 指挥不慎 碰上了一个浮标 这件事情让他自责了十一年 就这个阴影就去不掉 你作为军官要这样的 哪怕是一个小的擦碰事件 你要自己引以为戒 对不对 你防止下次出现大的事情 这是潜艇撞潜艇 啊2008年那一次 也是另外一艘基罗机潜艇 从俄罗斯大修 大修回来以后 潜航状态 这个潜艇啊 有几种航行状态 啊我给大家说说 有一种呢 叫水面航行状态 我们在海边的人 一会旅游一会 经常会看到 我们中国的潜艇 处于水面状态航行 大家说 哎这不是潜艇吗 怎么水面状态 我就看到好几次 啊我原来自己在潜艇上 经常水面状态啊 是我反过来 呃这个 呃有时候做舰艇啊 我就看到别的潜艇 在那也是水面状态航行 为什么水面状态航行呢 因为黄海和东海的水 比较浅 比较浅 最重要的是 下面还仰海带 海带产舰艇嘛 这梗就这么来的 啊 所以水面状态 状态航行 水面状态航行 这是一种航行姿态 第二种姿态 就是潜航 哈一个猛子炸起 水下100米 200米 300米 这叫潜航状态 这两种状态 都不太容易出事 最危险的事 是第三种航行状态 啊 叫通气管航行状态 什么叫通气管状态 就是说 这个潜艇的柴油机 它能够运行 是靠有氧气 氧气 是燃烧必须的 那在水下 怎么能有氧气呢 就弄了一个大管子 伸出水面来 水面上的氧气 进去之后 供柴油机 工作 这一个大管子 有多长 十五六米 这样的 所以 一般的距离水面 大约十米到十四米左右 是通气管状态 一般在通气管状态 航行的时候 一个通气管要伸出水面 同时雷达和潜防径 要伸出来 你这个通气管伸出来 如果上面正好有 有 有一艘船呢 这个人不就撞上了吗 你得要观察 潜防径状态要看 大家看那个 潜艇下边 跟那个潜防径抱着 一只眼睛看 那是潜防径看 可以照相 还有夜视仪 雷达必须伸出去 要看周围的这个 状况啊 有的要看飞机啊 有的要看舰艇啊 周围的商船 什么要看 哎 这个船呢 在这种危险 深度航行的时候 什么都不开 雷达不开机 潜防径 又不伸起来 砰一家 跟一个商船 就撞上 你说这训练 这不是胡闹吗 啊 对不对 盲人 骑瞎马 啊 闭着眼睛走 砰一家 撞树上了 啊 就是撞哪 算哪 你是这样一艘潜艇 就是训练 就是完全就是 不靠谱 啊 常规潜艇 说起来 一共13艘 啊 13艘呢 现在还剩了 9艘基罗机 4艘209 209是德国 很老的潜艇了 啊 这个 一般的算法 13艘常规潜艇 按照三分之一的 出勤率 那那 3515 3412 那就是他的出勤率 也就是四艘 啊 对不对 那剩下的干什么 剩下的正常的 有四艘在维修 也就是 日常能出的 七八艘 七八艘 也就是保持一半的 出勤率 那就是 日常作战的 也就三艘到五艘 最多了 就这样 而且他这个 印度的潜艇啊 大部分都是服役 将近接近 30年的服役期了 现在到了退役高峰了 啊 使用率也不是太好了 印度呢 从 80年代 那个时候苏联还在了 1988年开始租借苏联的 C级 查克拉号核潜艇 啊 以后呢 这个 1991年 苏联解体 就把这个潜艇 归还给人家了 印度一直感觉呢 租借苏联的核潜艇 是自己发展核潜艇的 一条捷径 所以到了俄罗斯时候又琢磨这个事 琢磨这个事呢 2004年 就是 要 要 要租借俄罗斯的一艘核潜艇 俄罗斯说 我哪有核潜艇租借给你啊 说你那个 阿库拉基不错 阿库拉基 哦 你这一说 那边还停着一艘呢 说造了半截 原来苏联说造了半截 啊 这个 停工了 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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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们印度要不是给点钱 咱们把这个潜艇造完 印度一停挺高兴 拿了七亿美元 结果这一折腾 啊 折腾了好几年 最后把这个潜艇总算把它 造完了 造完了以后到了2007年海事 结果海事一出海 就出事了 有毒气体泄漏 潜艇是一个封闭空间 咱们说话难听不雅了 在里头 就你说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不能吃蒜 我这人就喜欢吃什么生大蒜 就很粗鲁的习惯 不能吃萝卜 吃萝卜容易放屁 你见然这么多鲜 你说吃了蒜以后 大家闻着 那个蒜味 你吃了萝卜 又会觉得要么打嗝 要么放屁 在潜艇上 说有毒气体泄漏 你看这怎么出不去 也没有窗户 潜艇里头 你不要说打个窗户换气 排风扇 往哪排啊 周围都是海水 20个人死亡 20个人死亡 这没法交付了 这磨磨叽叽 从2004年就想租 一直 过了 过了十来年 这到了2001年才交付 将近十年的 七八年的时间 这个潜艇来了之后呢 这个印度还是学习 这个 阿库拉还是很厉害的 9500吨 水下航速 达36级 钛合金的 这个攻击型核潜艇 很厉害的 学了不少技术 他是说 我能用核潜艇 我就能够造出核潜艇来 就这个思路是很怪的 就像 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计算机 我一用 用了十年了 笔记本计算机 我自己一定要能造出一个笔记本计算机 你能造出笔腾芯片来啊 牛啊 我没听说谁能造出笔腾芯片来 啊 就是 他就自己研制一艘 一艘这个 坚敌者 没想到上了贼船了 坚敌者的名声 就像光辉战斗机 阿雄坦克一样 成为印度 武器装备的奇葩 2000年开始造 啊 2016年8月服役 前后弄了16年 花了将近30亿美元出来了 大家说中国我们第一艘潜艇 核潜艇 是弄多长时间 啊 那个时候中速关系恶化 赫鲁晓夫在那搞乱七八糟的 啊 建什么联合舰队什么 把毛主席气坏了 毛主席下指示 核潜艇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哇 那家很厉害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大家就开始艰苦奋斗啊 然后开始研制 设计 试验 5000吨呢 我们第一代核潜艇 第一艘 长征一号嘛 401厅 现在退役了 这个今年的4月27号退役了 对不对 我们造了多长时间 1968年开工 1974年服役 啊 大家知道1968年到1974年 中国是个什么状态吗 文化大革命期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乱 我们用了六年的时间 把它整出来 你说中国我们这个集中力量干大事 中国人要 啊 对不对 要想做什么事的时候 什么事都能干成 这个太厉害了 啊 三哥 折腾了16年 啊 这个在那儿 有一次还在上面发导弹 发完导弹以后呢 就是他自己测空都完全不知道导弹跑哪去了 我就 我经常指导三哥 我说你那个方式导弹的时候 你自己那个核潜艇的位置 你定位了吗 忘了 就没定位 不知道自己在哪了 啊 我周边有些小孩一开始原来没有GPS导航 有一个小姑娘们开车 她开车开着迷路了 迷路以后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其实这小女孩有时候不认路 还没有方向感 最后就找长一街 找到长一街了还不认路 不行 一定要开到天安门去 哦 知道了 天安门啊 这个南北东西都知道了 然后他们家就开始明白了他们家在哪里 你得找准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结果好 发射一枚导弹 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反正三哥这事呢 就是全是一些这种非常奇葩的事 啊 就这还拿潜艇来封锁什么海峡呀 啊 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 说下来一堆 其实你给他分析分析 媒体所有能干事的 你说这核潜艇能干啥呀 说要发射核导弹 那核导弹还不是在哪爆呢 对不对啊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好了 今天我们正常黑鸭三啊 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召忠 为了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剧作召忠工作室呢 我们制作了一些纪念品 一个呢 就是推出我们的新书 紧急的剧作悄悄话2 悄悄话1呢 这个已经一年了 估计大家也看的差不多了 这个悄悄话2呢 我们14号就开始预售 在剧作召忠微信公众号 开始预售了 8月1号全国上市 这本书呢 这个有大量的漫画 还有二维码 一个平面的书 可以把它变得立体 大家能够听到音频 看到视频 还能看到文字 有大量的挑麦啊 另外呢 就是我们定制了这样的T恤衫 因为大家呼吁啊 一直想搞一个T恤衫 这个T恤衫质量非常好 纯棉的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质量绝对非常非常好 另外呢印上了这样的字 还有剧作召忠的这样的logo啊 留个纪念 我们跟上海造币总公司呢 还给大家定制了这个 中国人民建冠军啊 建军90周年纪念章 这个纪念章呢 这个背面就是剧作召忠的logo 如果你对我说的这些感兴趣呢 你可以关注 剧作召忠微信公众号 在军品会商城购买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